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孽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215集 《委屈的神算子》 当初的周子墨用了一粒发情单 哪怕是送君晚也依旧是一粒 可如今侯小妹这里是将两粒发情单捏碎 尤其是捏碎的地点又偏偏是一处密室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这武武器浓郁无比又无法自然消散 只能不断的被白小纯与侯小妹吸收 于是呢 整整的持续了数日 当这雾气消散 密室大门打开 侯小妹走出时 她虽看起来很是虚弱 可脸蛋却是红扑扑的 尤其是双眼极为明亮 回头看了看后 侯小妹摸了摸肚子 乐呵呵的快速离去 直至她走了许久 白小纯才颤抖地从这密室内走了出来 站在那里 她一脸悲凉 抬头看着苍穹 哎 我堂堂魁皇 永恒先于三大强者之一 白小纯长叹了一声 她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失败了 居然每一次都是被人用发情单给推倒 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发情单 白小纯悲愤中 刚想到这里 忽然觉得不妥当 如果真的没了发情单 她琢磨着自己现在估计还是一个人 毕竟自己太过纯洁了 哎 罢了罢了 有就有吧 白小纯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对于侯小妹的心思 她多少也能猜到 毕竟 她与自己是第一个认识的 可如今 宋君丸与周子墨都有了自己的骨肉 可侯小妹这里 却依旧如往昔 难免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与方式 哎 他们都是为了怀上我的骨肉而争夺 这不是他们的错 这是我的错呀 都怪我 白小纯摇着头 在外面溜在一圈后 重新回到了密室内 如今 奎皇朝一切稳定 大天使等人分担了国务 使得奎皇朝有序的发展 炼灵更是成为最大的特色 与邪皇朝 与圣皇朝 也因之前的约定 从而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同时 公孙马儿的道种 也早就被邪皇派人送来 实在是不送不行 三大皇者的约定 在邪皇看来 对其很是有利 他不想给白小纯以及圣皇 丝毫找麻烦的机会 而随着一切平静下来 周子墨与宋军晚的临产之日 也越发的临近 此时的重要程度 也被提高到超越一切的地步 几乎所有人都在关注 甚至邪皇与圣皇也是如此 实在是白小纯在太多人看来 其运气先不说 仅仅是资至这里 就有惊人之处 尤其是他的不死长生公 这种来自奎皇的血脉神通之法 一旦在其子嗣中传承下来 就足以让人忌惮无比 最重要的 还有炼灵之法 这所有的一切都与血脉有关 就使得白小纯 这即将诞生的两个孩子 此刻还没出生 就已经被永恒先语 无数人凝望 这种关乎自己骨肉的大事 白小纯也很是紧张 之后的这段日子 他几乎不离开皇宫 就算是打坐之地 也换到了距离宋军晚 与周子墨很近之处 哪怕他心中判断 如今的永恒先语 不会有人赶来加害 但以防万一 白小纯还是时刻警惕 不过白小纯的血脉 在子嗣的孕期上 时间实在太长了 即便是如今明明感觉临产 可距离真正的产期 还是有些日子 在过去半个月后 孩子还没等出生 徐宝才与神算子却到来了 这二人的出现很是特殊 因为神算子是被徐宝才绑着来的 一直到了魁皇朝的仙域内 徐宝才这才露出身份 于是很快的就有人从魁皇城飞出 将他们二人接到了城内 刚一进城 在拜见了灵溪老祖等人后 徐宝才就立刻高呼要去拜见白小纯 至于被他绑着的神算子 从始至终都是哭丧着脸 看见谁也都不说话 只是在那里不断的哀声叹气发呆 这一幕很诡异 灵溪老祖也迟疑起来 很快的 在此事被层层禀告到了白小纯那里后 白小纯也很是诧异 立刻在偏殿内召见了徐宝才与神算子 等到白小纯亲眼看到 神算子被绳索绑着一脸发愁的走在前面 时不时的还被徐宝才在背后踢击叫好 白小纯眨了眨眼觉得这画面有些奇异 拜见魁皇 徐宝才一看到白小纯就立刻一把推开神算子 脸上带着激动更有振奋以及狂热 噗通一声就跪了下来口中高呼 他的确很兴奋 实际上 之前在圣皇朝中他听说了白小纯成为魁皇后 徐宝才整个人就激动了 尤其是想到自己与白小纯的关系 他就觉得自己发达了 于是赶紧赶来 此刻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忠诚 徐宝才过一拜后赶紧开口 陛下 宝才这次没有空手来抓了一个大叛徒 这个叛徒就是神算子 徐宝才的声音在这偏殿内回答 白小纯呆呆的看着徐宝才 又看了看神算子 觉得二人之间问题不小啊 我不是叛徒 神算子立刻抬头 也喊了起来 白 陛下 我没有背叛你们 我 神算子呼吸急促 正要解释 一旁的徐宝才眼睛一瞪 闭嘴 神算子 我徐宝才是专门弄情报的 你休想糊弄我 陛下 这神算子极为可恶背叛了我们 而他最让人发指的 是他居然 居然还要贿赂我 陛下 你不知道啊 我为了抓神算子这个叛徒 人容负重 虚伪 哪怕神算子给我安排一百多个女兄来俯视我的心灵来动摇我的道心 可我对陛下的忠心从来没有改变丝毫啊 徐宝才这番话说的是荡气回肠 一旁的神算子物字怒视徐宝才 我给你送那些女兄没错 可那一次你不是乐呵呵的接受了 之所以一百多个 还不是你后来找我要的 那是我徐宝才到心坚定为了完成任务为了抓住你这个大叛徒 于是我只能委屈自己只能不甘愿的勉强的接受你的贿赂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抓住你 徐宝才立刻还口一样瞪着神算子 二人就在这偏殿内不断的争吵起来 一个指责对方是叛徒 另一个不承认的同时又说对方无耻 陛下你不用可怜这神算子 我当初去找他 劝他和我一起来奎皇城 可他仗着自己有个半神道理居然不愿意 于是我就忍辱负重 获得了他的信任后给他下了毒 这才偷偷绑了出来 徐宝才来气着说道 我不是不想来 可我家大业大 一时半会儿有些舍不得 我没说自己不想来啊 神算子长叹一声辩解 你休要欺瞒陛下 神算子你这个叛徒 你在外面随意播种 使得我通天血脉大范围的扩散 练定的秘密 我估计都要保不住了吧 白小春在旁听着 刚开始还觉得挺有趣的 可渐渐的 眼看二人争吵的似都要打起来 尤其是神算子明显虚弱 徐宝才那里甚至还上前踹了几脚 他赶紧抬手阻止 他算是听懂了 这明显是神算子降临永恒先遇后 日子过得舒服 不像其他人那样艰难 所以此刻魁皇朝的建立 对他来说很是纠结 神算子 大家毕竟兄弟一场 你和我说句实话 你想过回来吗 如果你不想 我现在就让人送你回去 我们都是通天世界之人 你只要自己觉得开心快活 不做出背叛我们的事情 我们还是朋友 白小纯深吸口气 上前将神算子身上的绳索解开 又在他身上一拍 驱散了毒素带来的虚弱 神算子身体颤抖 站在那里沉默半赏后 他深吸口气 回来 我要回来 可我不能自己一个人 我想 把家人都带来 没问题 有多少 就带来多少 白小纯 上前一把抱住神算子 随后又抱了抱徐宝才 神算子欲言又止 徐宝才也迟疑了一下 可眼看白小纯这么高兴 最终忍住没说 于是很快的 神算子就离开了 按照白小纯给予的旨意 他会将自己所有的家产 以及妻妾都带来魁皇城 希望到时候 不会把他给吓到啊 神算子 回头看了看魁皇城 神色古怪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